一般的講法他們會認定說 有一種既定的呼吸法是特別有用 好比說某些派別 他會跟你講說 腹式的呼吸比較好 順式的呼吸比較好 逆式的呼吸比較好 那在這個安納班納經 或在原始的佛教裡面的經典裡面 他這個呼吸 他是認知到 我們在不同的狀況之中 你的身體的耗氧量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的呼吸的狀況 你一定是沒有辦法強迫它 這個時候是用歸吸法來進行 或者是當你眼前 你的內心主要的情緒 是亢奮性的情緒的時候 你是很難是用歸吸 或是用這種比較安撫性質的呼吸 來調整它 所以我們在不同的時候 他會有需要不同種呼吸 你這個時候你該做的是 在不同的時候 去觀察什麼樣的呼吸法 能夠幫助你安示 能夠幫助你清醒 能夠幫助你應對 眼前境界的那種靈巧度 然後這樣的這個調整是 你可以透過實驗 你會越來越熟悉 什麼是適合你的方法 有的人他呼吸是要短一點 有的人呼吸要長一點 有的人呼吸要淺一點 有的人要深一點 有的人呼吸 他要比較大程度的使用 胸腔的肌肉 有的人呼吸 要比較大程度的 去使用腹腔的肌肉 有的人呼吸 他根本不要去理會 他使用的是什麼樣的肌肉 他只是去自然的 這樣子的呼吸 總而言之 心裡面保持政治正面 怎麼樣的眼前的參與的方法 他能夠帶來立即的 一點點的比較鬆 比較從容 比較安定 比較提神 這些效果 你就知道了 他這是一個回饋 我眼前做對了某些事情 然後你依照著這個回饋 再去做調整 如果是覺得做得好的 你就繼續用那樣的方法 繼續用那樣的頻率 繼續用那樣的深淺度 繼續用相關聯的那些肌肉來呼吸 如果是不太對勁 那就再調整 基本上光是你心裡面 存著這樣的意念 我用我的呼吸來按摩自己 我用我的呼吸來幫助自己放鬆 我用我的呼吸來幫助按摩我的身體 你光是存著這樣的意念 你的呼吸 它已經會有蠻明顯的 這樣的一個牽動的效果在裡面 我們一般的現代的人 長時間的蹲在電腦前面 蹲在計算機前面 長時間的開車 這個對於這個血氣循環是很不好的 所以你有機會的話 讓你的這個氣血 有機會好好的循環 做一點簡單的 不管是瑜伽樹 或者你所知道的一個養生 八段井 太極拳等等的 好比說 它有著吸氣 將雙臂充分的伸展 換你這個脊椎 增長 然後在你吸氣到薄的時候再放鬆 來 用你自己喜歡的步調 用你喜歡的速度 進行 配合著你呼跟吸它的長短 來進行這樣一個簡單的動作 我們將做三四五次 配合著吸氣 充分的舒展 八值你的脊椎 吸氣到底的時候放鬆 遇到剛才的坐姿 一邊重複這樣的一個動作 然後一邊利用這樣的這個實機 把心收射帶到眼前當下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可以抽離開複雜的故事情節 一般的人 一般的心思 大部分的時間 大部分的力氣都是放在 處理一些複雜的故事情節上 這個時候呢 你抽離開這樣的活動的方式 把你的這個覺知 導引到身體的觸感來 你現在坐在這個地方的感覺 現在這個身體它正在安詳著呼吸 沒有事情 閒暇的呼吸 那個具體的觸感 把那個注意力帶到 身體它正在放鬆中 這個放鬆的過程 它所產生出來的這個觸感 後時間看 讓我們資歷 디자骷 初협 我們 我們 íre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